大家好 欢迎收看伦敦直播 如果要指出 拿场银行会议会是过去一年中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 无疑是本周即将要进行的美联储会议 关注的中心将会是这个词语 合适的时间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今天接受我们访问的嘉宾是阿里斯塔尔·科通 阿里斯塔尔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今天我想谈一谈美联储的措施和美国经济 石油大幅下跌对经济数据有何影响 现在美国的情况如何 我认为事实上油价下跌只会给美国经济增长带来好处 因为这如同是一种对消费者减税的方式 如此一来美国已经更少地依赖于中东国家的石油进口 不再是一个石油进进口国 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 关于通过膨胀现在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认为彼时当石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40美元的时候 波南克忽略了这一点 并没有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做出回应 所以这次大家也预测 美联储也会如此进行 可能为了两到三年 价格走势会发生巨大变化 但目前为止 我们并不认为美联储会改变其货币政策 以应对油价的下跌 油价下跌将有助于确保消费者有更多的余钱去消费 即他们能够有更多的钱去购买商品 不是吗 是的 您说的对 但是要确认一下事实 还要经历一段时间 我认为很多人已经有感觉达到了这一点 但尽管如此 石油的价格已经没有下跌那么快 所以我觉得再过六到八个月 消费者才会感觉有闲钱 到时候才会反映在相关的销售数据上 接着让我们谈一下美联储和关键词合适的时间 这就像是一个我们至今都未弄清楚的谜一样 在您看来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合适的时间大概是一种中期时段的意思描述 如果我们在周三进行的例行声明中 听到类似的话语 那么这句话将会成为政策变化的参考点 但事实上离真正加息的日子还非常遥远 肯定不会发生在今年 但这样的声明会逐渐地让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收紧 可能这仅仅是一个小幅的变动 但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美国利率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的低位 或许很快就会出现尽管很小幅度的首次变动 你认为2015年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加息吗 不 我不这样认为 但是如果看一下近期的美国数据 我们看到零售销售数据增长 而有超过30万的新就业岗位被创造出来 难道这不会促进上调利率吗 是的 目前大家都在期待联邦基金上调利率 但我不认为这会发生 或许发生机构回购债券到时候会开始收紧货币政策 这大概会这样发生 一方面需要注意联邦基金 同时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会在完全不同的点 他们将能够使用所有可行的灵活性 如同上述表达的合适的时间 起初他们会调整货币政策的指导方针 之后才会真正的开始收集货币政策 目前珍尼特耶伦是货币宽松政策的支持者 已经有三到四次 他让市场参与者对加息的期望落空 也许他还将这样做 最后一个问题让我们聊一下美元 大多数交易者都在做多美元 但是市场上多仓是否太过泛滥了 趋势动向是否可能会扭转呢 目前来说不会 美元升值的动力还在加强 这是由于德拉吉声明中提到的 欧洲要实行Q1政策 现在市场上确实已经累积大量的美元多头仓位 但从长远来看这是正确的选择 之前西方五大国家之间 已经签署了协调会市的协议 导致美元大幅下挫 而此次美元在市场上 将会显著上涨 但这一切需要的时间 可能会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长 接受我们访问的嘉宾是阿里斯泰尔·科通 更多独家采访 敬请关注多高斯贝电视 再见 再见